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迎接Intel第11代处理器Rocky Lake S的上市 这次我们找来了三颗处理器,包括i9跟i7的 首先是i9-11900K 以及i7-11700KF 还有i7-11700 我们会用这三颗处理器和四张主机板进行测试 第11代处理器IPC有很大的改变 以i9来说,核心数不增反减 从原本的10核心20级情绪降低到只有8核心16级情绪 但是单核效能也提升了蛮多的 所以让最终的多核成绩还是没有差太多 嗯,对,多核成绩跟上一代来比的话 进步真的是不多啦 但是单核的话还蛮明显的进步就蛮多的 而Intel第11代处理器依旧采用了14nm的制程 单核的性能提升的同时 单核心的面积也提高了蛮多了 那连带整个代的面积相较上一代倒是大了不少 所以可以看到第11代处理器的铝盖也变得比较大 上下变得更长,接触面积更大 有关处理器的跑分 详细我们再到另外两步 ASRock和ASRock的影片中呈现给大家 那Z590跟B560几个比较大的特色 第一个就是支援了PCIe Gen4 第11代处理器如果安装到比较高阶的 例如说Z490、Z590的主机版 通常就能够支援PCIe Gen4 那当然不是所有主机版都可以哦 要看一下,高阶的才可以 那此外,第一条M.2也支援到PCIe Gen4 x 4 能够用上现在速度更快的Gen4 SSD 第二个就是DMI的频宽翻倍 就是芯片组与CPU之间的频宽 从原本4条DMI 3.0 现在提升到8条DMI 3.0 这样非直连CPU的M.2 还有像是前置的USB,后置的USB 还有网路界面等等 就比较不会这样塞车了 第三个就是支援的Soundboard 4 虽然TP4的频宽相较上一代的Soundboard 3 是并没有加大的 但是直接支援的USB4 也是未来的趋势 而且Soundboard 4的外接的Hub 扩充性也更好了 不过我觉得Soundboard 4的渗透率 可能不会像笔电这么好 因为如果你的主机板不是高阶上万元的 可能就比较难看到有内建TB4的USB-C 可能就变得如果你需要用Soundboard 4 还要另外买扩充卡 在Z590上面我想就会变成如此 第四个就是USB规格的进步 Z590 B560的芯片组支援了前置 USB 3.2 Gen2 x 2 20G的规格 接头一样是以往的USB Type-1 不过这并不代表 如果你的主机板上面有USB Type-1 然后芯片组支Z590 B560 就一定有支援USB 3.2 Gen2 x 2 20G 有可能它还是支援USB 3.2 Gen2 10G而已 所以实际上还是要看各个主机板的设计 第五个就比较有看头了 就是原本Z系列主机板才有的记忆体超频功能 这次也下放到了B560 使得B560更具可玩性 除此之外记忆体的尺脉也有提高 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 这方面也有看到很多主机板厂商 都进一步拉高了记忆体时迈的支援 第六个就是这次i9 i7处理器 搭载内显Xe Graphic的内显晶片 型号是UHD 750 i5则是比较高阶的才有到750 这个内显除了信念上的提升 在规格的输出上面 原本HDMI支援4K 30fps 现在直接提升到4K 60fps了 DP的话也支援到5K 60fps 因此可以看到这一代很多主机板上面的HDMI 都是支援HDMI 2.0 4K 60fps的 但是DP的话就比较不一定 不一定有支援到5K 所以这部分大家主机板的规格也要看一下 从规格表可以看到 这次第十一代处理器的所有产品 这次i7 i9的差距好像不大 主要就是i9的时迈还要更高一些 从实测效能看到的情况 也的确是如此 i7 i9的差距真的不是很大 那身为一个i9用户就觉得蛮可惜的啦 那这种感觉就有点像 9900K跟9900KS 只是差在时迈的差异 然后效能多一点点 现在i7和i9在第十一代 同样核心数的情况下也有类似的感觉 因此反观 如果i7的价格很漂亮的话 从目前评测到的结果来看 是颇具竞争力的 当然如果i9也没有比i7贵多少的话 那我觉得i9应该也是蛮香的 毕竟光是那个盒子 哇就很具收藏价值了 为了测试i7 i9这样等级的处理器 直接就选择了360水冷 散热器这次选择了DarkFlash的TR360 之前有用过一些DarkFlash的机壳 RGB风扇还有一些小东西 发现他们家的价格真的是很便宜 但规格跟配件还是给的很到位 东西的品质也不差哦 所以实际后都会有一种哇超值的感觉 水冷管线的外面有网上的编织线包裹 水冷本身保固两年 而除了基本款的黑色 还有比较少厂商推出的白色款 最猛的我觉得还是粉色 如果你想组装一台全部都是粉色的桌机 可能机壳都还比较好找到粉色的 不管是120、240、360的水冷 DarkFlash都有粉色的 这个我在市场上真的没有看过 其他家有做粉色的水冷 就算有这个程度也不是说非常非常高 但是DarkFlash他们家的粉色的水冷 包括水冷排、风扇、扇液、水冷头 都是粉色的 只有水管是白色 整体的粉色程度就非常高 可恶这样讲一讲 我忽然想做一台粉色的桌机了 以温度比较高的i9 11900K来说 在开启熟悉版的自动超频功能后 温度通常在60度到70度之间 锁动超频不增加电压 只增加背屏的情况下温度大概就是到80度、85度左右 比较累的是 因为TR360的水冷头是直接用螺丝安装在背板上的 正面是没有任何螺柱可以固定背板 所以这次测试每次换主机板跟CPU的时候 或是找问题要拆水冷的时候 要重新安装都比较费工一点 但是对一般的使用者来说 不太可能会像这样子如此频繁的更换CPU 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啦 配件方面也给的很齐全 基本的像是Intel、MD两家主要脚位的螺丝和背板都有提供 并没有因为价格便宜而少了什么功能 记忆体其实现在跟显卡一样都有缺货的情形 挑选上也蛮不容易的 最后选用的是海盗船今年新推出的 呃...等一下是名字很长 Corsair Vengeance RGB Pro SL 36MHz 16GB 两条 总共32G 而这主要就是为了搭配这些第11代的处理器 在记忆体上面的效能提升 原本第10代预设的时脈是2933MHz 到了第11代 预设时脈已经到3200MHz 也可以看到各家版场在记忆体时脈上的努力 很多都能超过5000MHz了 所以最后选择这组有现货的海盗船Vengeance RGB 记忆体 时脈是36MHz CL-18222242 可以看到在开启XMP profile后 在IDA64跑分如下 低蓝记忆体的读写基本在50GB上下 latency为62.2Nm 而在BIOS在不改电压和持续的情况下 最后测试38MHz也是可以稳定运作跟跑分的 读写速度达到52-54GB之间 相较上一代 除了规格和效能的进步 外观也有点改变 原本在顶部LED灯的金属移到了两侧 让整个LED的灯条就没有任何遮挡 看起来就更加完整 而金属散热片表面的漆面 处理得也相当不错 不易留下指纹 在颜色选择方面 因为这次四张主机板都是黑色为主 当然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白色 所以这次选择白色的记忆体 让整个主机看起来更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接着是固态硬碟的选择 其实也是纠结了很久 因为是搭配第11代的主理器 很多主机板的第一条M.2 都能够达到PCIe Gen4 x 4 肯定是要选一条Gen4的SSD 但是这次开箱的主机板 每一张都是有随附SSD的散热片的 那现在主机板厂商都很爱给散热片 SSD厂商也很爱给散热片 这就很打架了 要找个不带散热片的SSD 就可以塞掉一堆好产品了 考量价格后 最后选择Z440的ETB 就是Team Group的Cardit Zero Z440 Z440的特色就是 虽然它还是有散热片 但是它的散热片就是薄薄一层的铜片 可以确保主机板的散热片是可以正常安装的 而这个超薄的铜片上面还有标榜石墨锡的材质 可以增加散热和导热的能力 之前也有开箱过同系列的PCIe Gen300付款 就是Z340 效果是真的挺不赖的 而超薄的散热片 不管是放在主机板上面 还是改装笔电 或者是在安装M.2的SSD外接合中 目前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虽然它依旧不是可以到7000Mbps的顶尖SSD 但是以实权原厂标示 5000Mbps的读取速度和4400Mbps的写入速度 这样的规格也比PCIe Gen300付 3000、3500Mbps的极限还要高出不少了 在Crystal Disk Mark中 读取速度略为超过5000Mbps 写入速度则在4200Mbps到4300Mbps之间 在AS SSD Benchmark中 读取在4300Mbps 写入接近4000Mbps 其他测试软体的数据 我们会放在Enterbox介绍实权这条Z440SSD的文章当中 电源供应器这次真的是杀鸡用牛刀了 居然用到1000W 因为刚好手上有一颗BigQuad Strange Power 11 1000W 对,就是超大的1000W 实际上可能这次跑一跑 连50%都没有用到 整颗运作的时候声音真的很低 不愧是闭嘴家的产品 之前用过几颗BigQuad的塔扇 像是Dark Rock 4 哇靠,那个全速催下去还是超安静的 真的有够变态的 那讲回电源供应器,Strange Power 11 顶部的这个横纹铁网 我觉得超像烤肉架的 而造就了它激进无声运作的工程 就是烤肉架底下的这颗Silent Win 3风扇 这颗单买单价就要1000左右了 那全模组的设计保固5年 而讲到闭嘴家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们的官网真的对新手非常友善 网站中就有电源供应器的计算机 让新手自己点一点就可以知道 大概要买到什么等级的PSU 而且这个计算机是根据实际情况下去计算评估的 并不是单纯只是拿原厂TDP的数值来加一加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对新手蛮有用的 而且德商公司对自己产品的管理真的也是非常有条理 官网上每个产品的资讯都写的很详细 而且如果你原本就是用B9家的电工 你还可以透过页面看看自己如果换新的PSU 哪些线材是可以沿用的 除了三颗处理器 这次还要测试四张主机板 所以我决定找个裸册架 我不想要换那个主机板换到歪头 一直很想要使用的就是Streamcom BC1裸册架 现在最新的是BC1.1的小改款 价格大概是6000块左右 颜色有银色、黑色、红色三个颜色可以选 刚好我知道朋友有一组小改款之前的版本 BC1颜色是银色的 最近跟朋友借来用用看 好用的话我之后再买BC1.1的 实际使用真的是蛮好用的 我们先讲功能性来说 拆换主机板真的是非常方便 唯一缺憾的可能真的就是它的水冷 真的不太好装 而且它只有支援到240的水冷 但我已经决定要用360水冷了 所以我本来就没打算把它装在上面 再来就是它这个设计真的是很巧妙 可以做到完全免工具的安装 收纳起来可以变成薄薄一片一小盒 造型还可以做到非常对称 很适合有完美主义的人 而在工艺上做工也非常好 螺丝的螺纹、零件的精密度 表面的手感都非常对得起这个价格 安装好电源供应器后 在电源供应器下方我自己又多加了两个软垫 这样平凡的放在桌上就 不会撞到电源供应器也不会挂到桌面 放置的时候也比较安静 电源供应器的模组先安装好之后 稍微离个线绑一绑 再把系统稳定辅助系统 绿色乖乖塞在这边 此外为了方便整个平台移动跟安装 我底部再放一个IKEA的木质转盘 当时价格大概在500以内吧 这个已经出现在我们频道很久了 萤幕则是搬来了一台小米34型曲面电竞萤幕 这是一台21-9的曲面萤幕 取率为1500R 极其度3440x1440 还支援到144Hz 这令我惊艳的应该是它机身的材质 还有支架的手感 这个支架上下调整的手感非常棒 非常滑顺 同级产品或更贵的萤幕 我用过不少都还是会有点断落感 但小米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顺 有准断落感非常非常小 此外还可以左右旋转调整角度 俯仰角度也是可以上下调整的 详细规格大家在看官网 那机身的材质真的就跟官网 还有大家所说的那样子 手感真的相当不错 加上机背IO 还有支架后方的式板都是有磁铁设计的 操作上的体验就真的很棒 OSD的选单跟机身背后的按钮 是可以刚好对应到的 但是部分选单中 上下跟左右的逻辑有时候会调换 因此我自己是常常按错的 希望是有合理点的操作模式 那在OSD的选单中 除了可以调整设定、选择输入来源 还可以选择不同的视窗模式 举例来说可以有左右分割的模式 就可以达到半边是操作MacOS 那另外一个半边就操作Windows 还蛮不赖的 如前面提到的第十一代处理器 开始支援的Thunderbolt 4 而看到TB4也就代表着它支援USB4 有越来越多被旗舰的高阶主机板 也开始内建TB4 但也并不代表着说 如果你买了Z590这样定位高阶的主机板 就一定有Thunderbolt 实际上还是要看主机板的规格有没有支援 而我最近刚好看到一个酷东西 就是OWC的Envoys Pro FX 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 它既支援Thunderbolt也支援USB 虽然早有听闻这样的产品 但是OWC是我视野所及的范围内 看到第一家推出这个规格的产品 因此这次我就用Envoys Pro FX这颗SSD 储存测试软体测试数据等资料 在各个主机板之间可以悠游自在 好不快乐 有Thunderbolt的主机板就跑Thunderbolt 没有Thunderbolt我就跑USB也行 相较于我手上之前用过数款Thunderbolt 3 SSD 只支援TB3或TB4的电脑 遇到只有USB的电脑我就只能装傻了 而Envoys Pro FX就跨越了这道Fundi 不只跨平台支援 现在特别的是居然可以看到有跨协议支援的 这个有机会我们之后再用一个影片带大家了解 也会花时间把它拆开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关处理器i9 i7的跑分 还有主机板介绍 大家可以到ASUS和ASRock的影片中看到更多内容 也可以到Enterbox的频道 还有网站中看看其他产品的介绍 邀请您按赞分享订阅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Enterbox 请不吝点赞 订阅Enterbox 请不吝点赞 订阅Enterbox